從一大班就已經在 要打奧運了 對他的目標自己要去追求 我給他這個夢 我給他這個目標 然後他就要去追 漸進按照我們的目標去追 當然就會達到他要的東西 台電女子羽球隊成立了42年 和同事羽球球團的合作金庫 土地銀行亞伯相比 可以說是老資歷 每個球團都有自己吸引球員的方案 相較於其他球團提供高額的比賽獎金 台電則是提供球員離開球場之後 一段更穩定的路 我覺得在台電這一條路的話 就是比較穩定 因為像如果在別的企業的話 他們可能以後不當球員了 他們退下來可能會很辛苦 對 因為畢竟是在銀行工作 就可能 因為我們也不是就是 走這一條路上去 就是可能算數什麼之類 就肯定可能還要再重新考一些證照或什麼 對啊 然後如果在公司這邊的話 就可能要學 從頭開始學大家都是一樣的 就是很多人都是在高中的時候打得都還不錯 可是因為畢竟會想到就是你未來的路的發展性 所以就會可能到大學之後就很多就放棄了 對啊 因為畢竟就是在這一段路上面啊 還是高中生的基礎很重要 然後之後高中的成績之後 就可能要銜接上去的話 就是要看你有沒有就是企業的支持 對啊 因為如果企業有支持的話 真的還蠻重要的 就是畢竟你以後就是沒有後部自由 就是可以去 就是想未來想要幹什麼 就是但是可以專心的在這一塊上面 就是努力去發展 對啊 如果年輕球員看不到球員生涯結束後的未來 就會放棄選手之路 在球團的心血減少時 能夠爬上金字塔頂端 代表國家出賽的選手會少掉更多 換句話說 球團培育球員 眼界應該要放在國家的競爭力 而不僅僅是企業的競爭力 幫球員做好全盤的打算 算是台電與球隊的傳統 也是第一任侯賢哲教練所墊下的基礎 教練在職長30年 球隊職教生涯 那在家的時間呢 在家的時間很少很少 基本上都在球隊 隨時都陪著球員 那他會覺得很不服氣 他覺得說怎麼會這樣 後來他問了教練之後 老教練之後 老教練就回他一句話 他說很多家長把小孩交到他手上 就是放到來我們台電球隊 那當然我們就有義務跟責任把他叫好 球隊好不容易能夠維持到42年 然後希望把這個能夠一直傳下去 對 練球辛苦的背後 支撐他們的 就是球員心裡都有的夢 奧運 但奧運之路崎岖難行 最有效的是爭取出國的機會 有了國際賽事的經驗 才能爭取世界與球聯盟的排名 有了世界排名 也才能爭取更多的出賽機會 換句話說 排名數字的背後 除了球員自身的實力 很大的原因 還是來自於球團的支援和鼓勵 出國長遠的目標 當然是希望能夠打一次奧運 對 因為你要多出國有積分才可以打奧運 所以就是希望自己能夠打到那上面 我可能是現在唯一還沒出國的吧 夾組選手 不是夾組選手 即使現實環境夾擊 他們依舊專注在球場上 在打出成績之前 球場上的他們是很難被看見的 不管要打到幾歲 只要還是可以會拍的一天 他們就會堅持 直到自己的實力被看見 比較大的壓力應該就是成績吧 因為這個羽球的環境就滿現實的 你就是牆 你就是要在上面給人家追 所以你就會有一種壓迫感吧 我在追前面的人 可是也有後面的人在追 他說不要哭 他說雖然你的 就是現在你被嫌 現在把你換掉 可是你只要自己認真練起來 別人看到你的好 就是人家會強的來配你 而不是會去讓人家來跳你 而且他就告訴我說 你只要認真努力 把自己的各種基本能力練好 態度做出來 不要懶懶散散的 大家都會想要來配你 放眼望去 台電女子羽球隊的成員 有國高中的體育幹事 有20出頭的真實球員 其中國高中 又打入國內甲組的球員 不在少數 在一場場的輸贏所磨練出來的精神 就和他們所鍛鍊出來的體能 一樣的強壯 你也許對羽球賽事不太熟悉 但你可以相信的是我們有這麼一支 值得驕傲的羽球隊